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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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某公司當中有10個產品 這10個產品當中有3個不良品 來靠這句話 麻煩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10個產品當中有3個不良品 可見這10個產品當中有7個良品 3個不良品 對吧齁 今天 一個一個檢查 取書之後不放回 來第一小T 老師想請問一下檢查到第5個的時候 請問強調第5個的時候 7位不良品的機率怎麼算 欸 老師強調一句話 抽籤公不公平 公平喔 你不管第幾個抽 抽到機率都跟第1個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你看一下 今天問你第5個 欸 你第5個抽籤時 你確定前面4個是抽到什麼嗎 假如前面4個都是不良品 都是好的 那第5個抽到不良品 我覺得上第一個先抽感覺好像先贏 我選擇機會比較大 選擇機會比較多 對吧 同樣的 你選擇到好的比較多 你選擇到不好也是比較多嘛 感覺上是後面抽的人 對吧 是撿人家剩下的而已嘛 但是你有想過撿人家剩下也不一定不好嘛 人家都把不好抽走之後 我後面那一個抽到好的機率是就上升了 那前面如果說把都好的都給抽走 那前面都把好的給抽走 那我最後一個抽到不好的機率是上升了 所以一解一加其實抽籤是公平的 有沒有差 沒差 所以說第5個抽到不良品機率跟誰一樣 跟第一個一樣 行不行 所以說對第一個而言 全部有幾個 10個 其中幾個不良品有3個 所以對第一個而言 他抽到不良品機率是其 10分之3 就這樣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好 第二小題 他說抽到第5個的時候 出現第三個為不良品機率怎麼算 欸 抽去檢查到第5個的時候 出現第三個不良品 這叫做什麼意思 第5個的時候 第5個的時候出現第三個是不良品 出現第三個不良品 可見前面四個當中有幾個不良品 有兩個不良品 對吧 那第5是欸 一定要不良品對吧 所以說我知道前面四個當中 會有兩個不良品 這兩個是哪兩個你在乎嗎 不在乎都可以 這樣行不行 但是第5個一定要不良品 這樣子第5個就是第三個不良品了 對吧 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前面四個當中有兩個不良品 前面四個怎麼算 告訴我 總共幾個產品 10個 挑4個 全部是希樂 10取4 我要說4個當中 有兩個好的 兩個不好的 對吧 兩個好的 七取2 兩個不好的 三取2 行不行 再搭配 第5次 必為不良品 這時候拿走兩個好的 兩個不好的 變成五個好的 一個不好的 所以說剩下幾個 六個 這六個當中我要 不良品 多少 六分之一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這時候把他算出來的答案事情 二十分之一 看行不行 好 到這邊 麻煩你把這裡把他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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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